婚禮事件有時都是藝術工作者 你要對自己的作品有信心 當是藝術品去看 客人才能感受到你的作品 裏面想表達的東西 然後自自然而 當客人看到你想表達的東西的時候 他們就會找你 婚禮攝影是一份開心的工作 每次拍攝的心情都很開心 每次的挑戰性有點不同 有一個好處是 每次你遇到的人都不一樣 每個婚禮都有點不一樣 你會去一個婚禮 跟他面對十幾個小時 甚至乎更加長的時間 當初有他進來你的店 跟你去其他細節上的東西等等 我想大家雙方便可能要比較合適 他會需要感覺到你在關心的婚禮 你如何實際給他一些建議幫助他 當你跟他一起相處十幾個小時 他會感覺到你對他的心意 不過你不覺得他在床上 沒有任何故 他會感覺到你 他是在床上 也會想像一般 我也要玩 他會感覺到你 挺有趣的